这个比赛 我能感觉到自己有时候 我能感觉到自己就是放松的 它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 但我也很难说清楚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问到为什么 我现在脑子里想法就只有 你只要写出好的东西来 它就会变好 一切就都会跟着变好 你的能力现在是有一个限制 是有一个上限的 这个题材能挖多深是有上限的 你要触及自己这个上限 我是觉得主旗梦 每次都在试图触及自己的上限 它才能不断进步 当你写不出好的来了的时候 你如何演它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总归会写出60分的东西 跟80分的东西 但是你只要演 你只要好好演 这些东西都能比他们原来的分数高一些 因为你表演放松 你是自己是有意识的 而且放松是 我觉得是几乎没有办法表演 而且在脱子秀的台上 是没有办法表演一个 其他的 其他的人格 你可以表演一个情绪 但你没法表演一个人格 这是一个很 常见的问题 就是大家会把 我们在舞台上讲的 所有话都当成真的 但是 就是那个一定不是百分之百真实的 但一定也有一部分真实 就像我讲我是色弱 你问我是不是色弱 我当然是真的 你如果再具体问我 你看那个到底是能不能看出马 我就没办法回答你了 因为这不是一个应该回答的问题 就是这是一个 就是就像电影的导演没法告诉你 泰坦尼克号到底是真传还是模型 因为无论他告诉你哪个都破坏了你的观影体验 就是或者 比如你最简单你看完一场电影 我也不说是那场电影了 你看完一场电影 你问他那个车是真撞了吗 他告诉你是真撞了 你那些假的部分就没有了 他告诉你是个模型 你那些刺激感又没有了 你这魔术师 你不能问我技术 你不能问刘谦 你其实是不是把这张牌藏在后面 他告诉你是跟不是都破坏你的 都破坏你所有的体验 当然会满足你的好奇了 我认为世界上不太存在技巧性的音乐 没有人用技巧写 没有人用公式写 没有人用工具写 如果是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 你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演员 那么你现在给我一个东西 我就应该能写 是吧 或者是你说我们现在吐槽一下这块手表 比如我们要吐槽 它明明是一块电子产品 但是非要伪装成一个传统表的表针 我们假设要吐槽这件事情 如果我是一个技术很强的演员 我就应该至少写出三个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段子 但我好像也不是这样 Just write it down 我达成了今天的战力目标 谁影响了我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把我脑子里 此时此刻当下就告诉你的那个人 告诉你 因为我 我觉得未必是真正正确的答案 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人影响我非常大 但是我会 就我会看大家的表演 然后就学习他们的优点 他们可能塑造了一部分我的这个 至少是喜剧领域的一个根基的一些东西 就或者说别人对我的影响应该没有他们两个那么多 就你把头部就拆到最后 就是我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说中文 然后我们用中文交流 然后我逗笑你们 从这个根上我们是一样的 当然郭老师可能有他的关于其他的理解 我们搁置其他的任何的定义之外 我觉得这个根上是一样 那他就是做的很好很厉害 而且他是本人 你比如很多小品就不是本人嘛 小品是不看你的 就是我穿了某个某种衣服 生活化的或者非生活化的 然后他是看这个表演对象 哪怕是一个人的 他也是看那个表演对象 所以你知道那个是演的吗 他几乎某个时间段子 全部个屏幕都看过 是一个状态的问题 就是他在台上那种状态很好 就很投入吧 他可能在说一个你明知道是假的的事 但是你能感受到他某种情绪是非常真实的 比如他要做科学家 有一段相声讲的是有一家人非常穷的故事 讲的是非常非常穷的故事 就是这个家人穷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就是家里什么都没有 就是住的是那种炕嘛 然后也没有被子 也没有枕头 睡觉呢枕的就是一个瓦片 有个瓦 然后盖的呢 没有被子 盖的是一个水缸的残片 有个小偷来他们家 小偷来他们家偷东西 让这个人躺在床上去发现了这个人 然后他让这个人这个角色突然说了一句 树末将假咒在身不得失以全力 你们觉得非常好笑 就是一个人穿着一个水缸 像一个武将一样 就这种玩意儿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老笑话 这个笑话的结构实在太像校灵广纪了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道传统相声 首先这就是一个传统相声 传统相声有很多笑话就是从校灵广纪里慢慢发展出来的 你们知道八马褂吧 这个相声就很有名的八马褂 七十八马褂 几番几番几番 最开始在校灵广纪里就这么长 演展成了几番 变出了人物 变出了情绪 变出了性格 肯定有一段时间 他应该是所有说中文里最好笑的人 还有好像就很多就不是 不是这个人了 有时候因为有些作品是很好的 但是他们比如有些电影嘛 但是那个不是他本人嘛 那就是那个剧本那个角色 我就会觉得你比如某部电影 周星驰的电影 我们都说周星驰的电影很好 但是那部电影里也有其他人的工作嘛 最后他不代表一个人 我有时候能get到他 有时候get不到他 而且加上一层是 就是现在大家信息如此发达之后 我知道周星驰大概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 会让你这个事变得复杂起来 他在镜头前面是如此胡闹的一个人 但是到了镜头下面又如此的安静 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在 就反差如此的大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嘛 你就会觉得一定有一个他是不那么快乐的 对吧 然后当然你再深入了解他 你发现他其实并不是不快乐 他只是快乐和没那么快乐 就更变 但是仍然是变得更复杂了 所以我刚才说的人里面 我觉得他们是台上跟台下是统一的嘛 就你看完Deep Survive 我就坚信在台下也是这样的人 你就比如说很多形式上的东西 你是可以向他学习的嘛 他一定 他不是一定 他的一个专场给出来的时候 你是能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过的结构 包括就最简单的可能会有一些callback 可能会有一些双关 可能会第15分钟讲的故事 跟第45分钟讲的故事 组合起来又变成了第三个故事 就是最最最简单的是这些事情 你就可以先我就我就可以先学这些简单的嘛 复杂的就是他的内核啊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关心 他的种族或者是他的朋友这样的一个人嘛 他是真的关心 他是非常非常关心的 你除了作为一个脱口秀的观众 你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家 或者是这种时代里的人 你会遇到的问题 你的困惑或者是什么 他就告诉你这些事 他是跟你聊这些事 他一说话你就一定会想听 有些人甚至很好笑 甚至很好笑哦 都不是票数很高或者成就很高什么 就是很好笑但你就是不想听 这是正常对不对 他可能就是因为他跟你小学你最讨厌的朋友 或者你最讨厌的班主任说话声音有点像 然后你就不喜欢他 啊 没什么没 这这没办法对不对 甚至是他就是 就是长了跟你最讨厌的前任一样的双眼皮 我不知道就各种原因都有可能 他最吸引我的最开始是他 我觉得他的很多梗你太难想到了 就是梗写的段子写的非常好 笑话写的非常好 最开始就是这种 就是你完全想不到 然后又句好笑 啊 因为他是一个你后来你仔细想 他是一个美国演员 他在美国的语境下讲 他又是一个黑人 我跟他完全没有 我跟他很难共情 但他仍然那么好笑 说明他在他的观众群里是非常非常好笑的 一定是这样 因为他听我一定觉得不好笑 因为他他很多东西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他一定是非常厉害 最开始就是厉害吸引你 他有很多对我很有影响的事 比如说他有一个专场一上来就是说 也不是一上来 他就我想他怎么形容这件事 对他有一个专场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专场 他在那个专场里讲 他说我会在这个专场里面跟大家讲我 我的人生中四次见到OJ Simpson 在美国也很有名的这么一个人 一个饱受争议的人 他说他会在讲他人生中四次遇到这个人的故事 然后他开始也会讲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他在好莱坞如何如何 他自己如何如何之类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结构很奇特 就是很独特大家都不这么写专场 但他讲完我就觉得专场好像应该这样写 就是一个一小时的 就如果你看一个一小时的电影作品 你也会期待这里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 然后最后讲述了某件事情 表达了某件事情 或者是表达了某个观点也好 所以我就觉得很 就单单单单纯这一点就很独特 他可能讲着讲着 比如说我忘记具体段 比如他之前还在讲假设 我觉得这个咖啡很奇怪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什么什么 然后一个段的结束说 我第三次见到OJ的时候 就是你就会发现他在他在做某件事 然后也是好像是同一个专场里面 他在第二十多分钟的时候 讲了一个纯虚构的故事 他又在这个专场的结尾 呼应了这个故事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第二十多分钟的时候 讲的那个故事 其实除了他表层的那个含义之外 在最后他又说了某件事情 就是 就这个作品你看下来整个 从表面的结构文字的 这种形式上的结构 很清晰 然后内里上 内容的结构也很清晰 我在这条片子里说的所有话 有可能是真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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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